可爱的上海小天使们唱唱跳跳充满活力 感谢这几天台湾小天使们为他们带来的丰富文化之旅 为期四天三夜的2018两岸小天使交流活动 第三天行程除了到木炸餐访 也准备了喜别晚宴招待上海小天使们 而即将要离开台湾这片土地 让小朋友们都依依不舍 几天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吗 有 那心情会不会觉得很舍不得 是的 尤其是跟我的学伴很舍不得 想很快来台湾 就是在台湾交的这些朋友 不想让他们跟我分开 玩的时间就这么一点点短暂 四天就这么快地过去了 他们充满了自信 跟我们台湾的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不分宣志 他们这个时候就建立友谊 就互相对于两地有一个了解 他长大以后 那个回忆很甜美 今天我突然觉得说依依不舍 就不想跟他们分开 也希望他们以后来台湾 台湾的时候记得来找我们 两岸在文化方面是相通的 那么继合这些小朋友之间相互的合作 去完成 去学习 我想这就是一个最好交流的一个目的 透过文化交流 让两岸的小天使留下美好回忆 即使身在不同的国家 也让彼此的心紧紧相细在一起 谢谢台湾 记者联合谢霆霆采访报道